大家好,我是國慶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导寶練功的部分 那要分享的地圖是拉斯塔巴德的冥法軍玩區 那冥法軍玩區總共有兩個地圖 分別是惡魔之路祭壇 跟這個冥法軍玩的植物室 那這兩個地方要怎麼去呢?我們這裡 跟這個拉斯塔巴德的傳統師講話 然後從洞進去到這個中央廣場裡面來 然後往左邊走 就會遇到這個冥法軍玩的傳領 基本上在這樣講話就可以傳送過去 冥法軍玩的一個區域 這樣就傳送過來了 從中間傳來左邊 然後進去就會到達這個惡魔之路祭壇 就是冥法軍玩的第一個地圖 那這邊 就是有一些怪物法師可以用來爆怪的 就是可以直接用騎死回生把它爆掉 所以法師在這邊練會很好練 戰色 寫騎士 可以用騎死回生爆怪 好這邊還有這個黑暗復頭蛇 也是可以爆怪的 好這邊還有暗A軍王 暗A軍王是比較難爆的怪物喔 通常如果你的 法師魔法命中不夠高的話 可能就很難爆 那接著我們往裡面走喔 往裡面走都會到冥法軍王的植物室啊 那裡面一樣有這個寫騎士啊 跟這個 黑暗復頭蛇 然後還有這個嗜血的齒靈法師 這個也是 很好爆的一個怪物 還是有這個咒詛咒的黑暗妖精 系列的一個怪物喔 像是騎士啊 鬥士母法師喔 這些 黑暗妖精系列的都會出現 那這邊的黑暗妖精系列是不能爆的喔 所以 法師不要一直去爆喔 因為他是不能爆怪的怪物 那如果你法師在爆 你暗A軍王爆不到 你可以用地裂來打他喔 來拚這個輸出的弓箭子 那這邊的主動怪物是這個暗A軍王 他是主動怪物 這邊就只有這隻主動怪喔 其他都是被動的 好接下來我們切換到網頁的部分啦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地圖的基本資料 那這一次的練功區是這個 冥法軍王區喔 然後他的怪物等級是79等到80等之間喔 然後入場的方式是使用這個拉茲打霸的傳送喔 然後這邊一樣有三隻boss喔 有第一隻就是最右邊這一隻 冥法軍王海陸百 然後接下來是神光隊長 辛克雷歐 就是中間這一隻 然後第三隻是 冥法團長 德里波斯 就是左邊這一隻喔 這是 這三隻boss 那左邊這兩隻腳boss是 智慧書墨在 惡魔之路祭壇喔 然後右邊這隻 來入拜智慧書墨在 冥法軍王的職務室喔 那一樣冥法軍王區也有這個地圖區域的效果喔 像如果你在惡魔之路祭壇 或者是在冥法軍王的職務室啊 就會獲得冥法軍的祝福 可以拿到這個自立家2的一個能力bub 然後接下來是中央廣場的傳送地圖喔 基本上我們從 神魔洞穴進來的時候就會在中間嘛 然後你就往左邊走就會遇到這個冥法軍王的傳令 然後跟傳令講話你就會飛來左邊這個小洞 就可以進去這個惡魔之路祭壇喔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一直往左邊走也會到達這個惡魔之路祭壇 好這個是中央廣場的一個傳送地圖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怪物掉落的物品 那這邊的怪物一樣有這個咒詛咒的黑暗妖精系列喔 有三隻騎士、鬥士、這母法師喔 這是每區都有著一個怪物喔 接下來是這個參特斯精衛隊喔 這個是數量很稀少的一個任務怪喔 好接下來是這個冥法軍王區的特殊怪物喔 且騎士、暗黑軍王跟黑暗復動蛇 還有這個嗜血、死靈法師 那其中這四隻都是不止系的怪物喔 所以法師的以用騎士為站在這邊爆怪喔 是非常好練的一個地方 那其中的主動怪物為這個暗黑軍王喔 他是唯一的一個主動怪物 那帶來吊寶的部分啊 血騎士會掉落這個神聖的聖戰之界喔 這是力量型的一個高級戒指喔 然後暗黑軍王會掉落 武法書、榮耀防護 這是 黃子的兩百萬名譽幣的技能喔 接下來是黑暗復仇者 他會掉落這個神聖敏捷戒指 這是敏捷的一個高級戒指 然後是血的死靈法師會掉落這個神聖的 賢者之界 這是家屍儀的一個高級戒指 那冥法軍王區的怪物基本上都會掉落這個 風雲的稀有飾品 製作秘籍喔 所以他這一區的是掉這個飾品欄部喔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BOSS的掉落物資料喔 首先是第一次BOSS 冥法軍王海路敗 他是94等 然後主動怪物大怪 然後他的重點寶物有這個 自大軍王的玉璽 還有這個技術書反擊屏障 還有海路敗的壁首 接下來是海路敗的腳樓 冥法軍王頭盔 還有龍鬥士書反 恐懼無助喔 待會會噴這個恐懼無助 然後基本上他也是為噴自己的一個變身卡 冥法軍王海路敗 稀有的變身卡 然後還有冥法軍王的印章 這是 冥法軍王海路敗的一個 掉落物資料 接下來是兩隻小BOSS 兩隻小BOSS基本上 就只噴這個藍布而已啊 拿出來不是很強啊 所以 如果很多人圍上去喔 只能一下就死掉了 所以 看到他就馬上回過去喔 就有機會撿到寶物 好接下來我們進化到BOSS模擬器喔 進入到遊戲裡面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一個資料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掉落物品的資料喔 冥法軍王區的怪物大部分都會掉落這個 冥法軍王的印記 還有這個冥法軍王的印章 那這兩個道具是製作這個 冥法軍王的頭盔 跟這個 矮路敗的腳樓的一個 材料 那這個冥法軍王的印章 是可以替代這個紅布的喔 只要你有10個印章 你就可以替代成一張紅布喔 然後來製作這個冥法軍王的頭盔 海路敗的腳樓 可以拿來當紅布使用啊 這個是冥法軍王的印章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由這個boss 冥法軍王海路敗掉落這個自大玉璽啊 自大軍王的玉璽喔 是紙布的替代瓶喔 那可以來替代這個紙布喔 當作這個材料 然後是用來製作這個自大軍王武器的一個材料之一喔 可以製作這個 史雷佛 弩弓 巴朗卡 鋼爪 還有路敗的壁首喔 雷亞法杖 這是 相物品喔 所以這個自大軍王的玉璽是很高級的一個材料喔 那冥法軍王區的小怪也會噴這個神聖系列的一個戒指喔 然後有力量的 這個神聖之戒 敏捷的這個敏捷之戒 還有這個賢者之戒喔 那基本上他們都有防禦敷2 母法防禦加2 然後還有這個最大HP加60 然後另外比較不一樣的就是他們的 主要能力屬性不一樣啊 像這個神聖之戒就是加力量的 然後這個 神聖的敏捷戒指就是加敏捷的 然後賢者戒指是加這個 自立的 這是三顆功能強大的一個戒指 那其中小怪暗黑軍王位掉落這個 母法出榮耀防霧是王族的一個 母法喔 那這個榮耀防霧基本上是王族的200萬名譽幣的一個技能喔 然後他的能力是增加隊友的一個昏迷抗性喔 所以有這招的時候你就比較不會被衝暈喔 這個是榮耀防霧的一個效果 接下來是攻略建議的部分啊 冥法軍王區的怪物基本上就是不會掉落這個時間普通池了 跟其他區域一樣喔 所以想要打這個普通池的玩家請到中央觀察那邊去打那邊的怪物才會噴普通池 那冥法軍王區的主動怪物只有暗黑軍王 所以主動怪是比較少 是很好練功的一個區域喔 那冥法軍王的重點怪物有這個 暗黑軍王 解奇刺 黑暗附斗者還有這個 至血齒靈法師喔 那幾乎這幾隻怪物都是有大寶的喔 所以要保握這幾隻怪物 那以打寶為優先的玩家可以先鎖定這四隻喔 這四隻的寶物都非常好 另外這區的怪物大部分都是布死系的喔 所以法師可以用棋子為戰的爆怪 所以這邊常常會有很多的法師在這邊爆怪中等喔 所以如果你不是法師喔 在這邊有可能很容易就被搶怪喔 這邊要注意這一點 那相對的 對於法師 在這邊就是很好練功的一個區域啊 練功、中等、打寶都很方便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介紹啊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YYYY